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台电与台水首度洗手合作合力推太阳光电 台电钟秉立总经理与台水湖南则总经理 11月29号在台水台中总管理处签署MOU 台水盘点出现有的建物屋顶 土地及水库水域 由台电研究可否设置太阳光电 水电可谓何则两例 11月29号台电钟秉立总经理与台水湖南则总经理 在台水台中总管理处签署备忘录 宣示兄弟一家携手力推水上太阳光电的合作意向 这也是台电台水两大国营事业第一次合作 也象征太阳光电的发展将从陆域走向水域 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这是两个国营事业第一次的合作 而且是对于全民来讲 意义非常重大的节能减碳 然后开发绿能的一个签约仪式 我们两家台水跟台电公司 两家国营事业都有很好的资源跟技术 我想在有这么好的资源跟技术之下合作 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可以看到成绩的 再生能源的发展需要广大的面积 在地狭人愁的台湾 陆域土地的取得可谓困难重重 水上太阳光电利用现有的水力设施 新建发电站不仅充分利用可取得资源 也有减少水库增散 避免水质有氧化等优点 在国外已经作为成熟的发电技术来使用 现场两位总经理同时签署合作备忘录 并在交换制资签名笔后完成仪式 未来也将协助扶植台湾相关产业 从而达到经济与绿色环保的双印局面 台电公司台中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